名下的骑行呢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 你可以在不同的风景中 徜徉在不同的风景中 去感受骑行的乐趣 比如说从贺兰山的盐画出来 顺着这个贺兰山东路这个廊道 你可以穿过这个真卫浦影视城 这个地方有大化西游 紫霞仙子那一个定情的地方 对吧 通过真卫浦影视城出来 到我们西夏亡陵 这也是千年的历史 见证西夏历史的一个遗址 我说你去想象一幅画面 就是夕阳西夏的时候 宁夏的空气非常的透彻 圆圆的大太阳 像一个雪红的一个大饼一样 悬挂着这个天际 然后西夏亡陵孤零零的 矗立在一片贺兰山前 那一幅画面 我觉得你会一辈子来记住 然后从西夏亡陵出来 穿越贺兰山东路 各种类型的酒庄 从各种各样的酒庄穿出 然后来到了我们的闽宁镇 闽宁镇是 东西扶贫合作 助力脱贫攻坚 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典范 这个闽宁镇出来呢 沿着这个黄河了 穿越水冬沟 三万年的历史 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是宁夏古军事文化的一个 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穿越水冬沟 然后再来到黄河近岸 水运回乡的吴中 就刚才我说 宁夏的地图一对折 中心是吴中 在吴中呢 你想象一下 你骑着自行车 穿越的是 往黄河的古渠 从秦渠开始 唐来渠 汉渠 在这渠中游 在黄河岸边游 整个这个七星道路下来 大概几百公里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感受到 宁夏的各种美食 从石嘴山的大屋口凉皮 然后一直到这个 从沿着银川出来 到吴中 所有的羊杂 手抓羊肉 还有我们说的 一些很小的小吃 都在这个沿线 都能感受得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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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